嘿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时候我们作为个人自身来讲 有时候会有一些疑惑困惑 那比如说 录一些教材上的一些视频 录出来发出去对吧 你要录 我们是在很长期的一段时间 有把这个课程给录下来 那有些还需要完善 这时候我们也会有时候会有一种一种倦怠 我们觉得哇不是很有意识 会觉得挺呼召的这种工作 那我们的这个汉语教育 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个成长 跟我们的成长一起结合起来呢 比如说录我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因为语言就是沟通嘛 你录什么都可以 就我需要什么 我喜欢看什么书 我有什么想法 我有什么感触 我看最近看的什么书里面一些东西 我能不能分享出来 那我在学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又同时做了汉语教育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就是你自己的成长跟汉语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市面上呢 太多太多把这个天天基础的一个教学的工具在做 可能对我个人来讲不会说有很大的激情 包括同质化也比较大 比如说教材的东西你总是不停的去呈现出来对吧 跟其他的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比如说IGSK12356你总在里面去去做那去呈现一些东西去录课 其实对自己来讲 意可能就到某一个阶段 你熟悉的教材以后就再去做的话 你就是意的话就是比较就没那么大了 当然也可以说把教材你去经讲对吧 那里面的文化方面的汉字方面的 你多去挖掘一下 也可以到自己也是一种成长 就是说总的一个思路来讲 自己所做的工作能把自己的成长 自己的学识一起一起结合起来 是一个方向 另外的话呢 有时候我自己尤其到周末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好困 一周工作下来天天上课 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困 那这种时候的话 我一想哇我就觉得啊 我能够自己坐下来不上课看一会书 我都好开心啊啊 然后看一下自己喜欢看的书 红楼梦好 我我最近这一个周的话 我在发那个战国册 然后里面我觉得里面的这个 那个那个说话的艺术啊 啊逻辑啊 我觉得他让我很惊艳 他觉得很惊艳 我再看那个 嗯 他发现这个书我是静下心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好开心 然后就好难呢 我又是我这个不为了赚钱 不为了工作啊 我能够这个静下心来看书多多好啊 但其实有时候就是那种综合的啊 那你你累了以后工作啊强度很大的时候 你在静下心来才看得进去啊 真的就是那种你很安逸 你不会嗯 很难静下心来去看 时候总能总是这样啊 啊 只是说这目前这种感受啊 我就想啊 有时候觉得累啊 自己想休息一下 那有些营销的工作就会中断 那我就想啊 这个我们这个学习的平台 一定要不停的就完善 把它做的非常有优势 非常能够留住用户 那即使说啊 我没有去做广告 没有去发发帖子 啊 别人呢 也会发现这个平台的好处 不停的去进来啊 不停的在这里学习 这种 我觉得这个做个平台 平台的建设 我觉得是跟营销工作的这种持续性呢 是紧密相联合的 就说你的东西 你的平台是有价值的 那这个营销的话呢 他就每天不停的自己在运作 啊 所以说我意识了两一点 两点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成长 要跟汉语的一个教育呢 结合起来 不要孤立 不要分开 不然这个工作就成了工作 越做的话 你当时保有很大的热情 发现很多老师的慢慢就放弃了 他自己做的东西 自己需要的东西 不是自己做的工作 不是跟自己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对做这个有什么好处 如果是为了录客录客 我录的那些东西 跟我的成长没有关系 对吧 慢慢录这个机型就 我们也掉了 嗯 那有时候工作实在太累了 也是要适当的休息放松 那我们的营销的工作 能不能持续性的去运作呢 我觉得平台的建设 起了很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嗯 这是我 这几天的 今天的一个反思反省 那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这样 好了 感谢观看